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部少女拐卖电影 《堕罗花之鬼大墙》 在一个漆黑的午夜 密林深处 一对鬼鬼祟祟的男女正在掩埋一名白衣女子 如此时间,如此行径 这对男女必定做了亏心事 果然镜头一转 没是女子第一个承受不住了 她疯狂逃窜 甚至出现了幻觉 她看到死去的白衣女子前来复仇 大眼珠子长头发 在如此诡异的气氛中 故事开始了 翠花人如其名 容貌俊俏身材正 长得像着花 十分喜欢网聊 最近她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小哥哥 一番精装打扮之后 她打算奔现了 长途跋涉之后 翠花来到目的地 没有等待七代已久的小哥哥 却等来一个抹着大红唇的红姐 原来所谓的小哥哥正是红姐假装的 如此操作 这红姐一看就不是好人呢 红姐热情的请翠花吃饭逛街 还说既然来了就是缘分 半退半就之下 翠花竟然跟着人家走了 翠花你弄啥嘞 吃饭的功夫两人还喝上了 酒上心来开始姐妹相承 一杯又一杯 背后功夫 翠花就因不胜酒力昏睡过去 等翠花醒来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红姐不见了 自己被卖到了一个偏远山村 没错 眼前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正是翠花的买家 铁柱 了解这一切之后 翠花懵逼了 她想由铁柱一家放她离开 她会给很多钱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翠花被锁了起来 饭也吃不上了 这一天铁柱的妈妈 终于来给翠花送饭了 还委婉的劝她接受命运吧 你可是花三千块买来的 是的 你没听错 三千块 只要三千块 貌美如花的姑娘抱回家 翠花当然不愿意了 一旦答应 从此就得脸抄黄土 背抄天涯 再也离不开了 铁柱妈妈看翠花嘴硬的厉害 也生气了 恶狠狠的锁上门 离开了 翠花又被锁了几天 也不知有没有吃饭 这一天她终于妥协了 也肯吃饭了 她从铁柱手中 骗了一把勺子 胡乱喝了几口粥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开始了逃脱大忌 她用铁勺 一点一点的撬开了门窗 连续几天之后 终于让她成功了 成功奔跑的翠花 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暖路 这一喊不得了 直接把铁柱给招来了 翠花呀翠花 说你啥好啊 铁柱轻松的追上了翠花 再一次把她绑回了家 这一次就更惨了 翠花被锁在了柴房里 手上也带上了铁链 想跑都跑不了 还被铁柱的妈妈 暴打一顿 我让一跑 翠花终于被打得屈服了 喊起了妈 就在这一晚 铁柱强行占有了翠花 翠花屈服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 但翠花依然被锁在柴房里 十个月过去 翠花就在柴房里生下一个儿子 看到儿子的出生 翠花再也不敢想逃跑的事了 他妥协了 他决定留下 然而铁柱却不信任他 他用烧红的铁块 在翠花脸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没错 翠花毁容了 就这样 翠花开始了新生活 脸朝黄土 背朝天 起早贪黑和带娃 几年过去 翠花的儿子也会跑了 这一天翠花忙着干活 一时疏忽 孩子竟然掉到了水井里 等被捞上来的时候 已经没事了 一家人悲痛欲绝 但无济于事 悲痛过后 一家人静下心来 为了延续住家乡火 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然而检查结果 却让他们新罢娘 翠花由于最初遭受迫害 身体受损严重 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绝望之下 铁柱母子又动起了歪脑筋 他们找到当时的花姐 想花钱再买一个姑娘 骑了怪哈 这么多年过去 花姐还这么年轻嘞 但年头变了 拐卖市场不好做呀 花姐收费也高了 铁柱母子出不起这个钱 无奈放弃 然而就在铁柱母子 崩溃的尴尬时刻 翠花竟然主动站了出来 她承诺 会给铁柱去拐一个姑娘 竟也是为了再要一个孩子 想再次体验一回当妈的感觉 哼人信他 翠花不愧是做过城里人 骗起小姑娘来一个一个准 没多久就坑了一个白姑娘 吃完饭之后 翠花就把白姑娘连回了家 还说给她准备了礼物 没错 确实有礼物 正是壮汉铁柱 白姑娘被骗进了柴房 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被铁柱一棒子给戳晕了 惊喜不 然而看到白姑娘落入狼爪 翠花的良知又开始泛滥了 她祈求铁柱 等生完麻之后 就送白姑娘离开 但哪有这么简单 就这样 铁柱强行占有了白姑娘 又藏了一次嫌 这一晚 翠花走进柴房 想和白姑娘解释解释 翠花没有发现的是 此刻的她 不正和当时的铁柱妈妈 一模一样吗 白姑娘更是个倔脾气 根本不听劝 还想翠花放她离开 眼看翠花不答应 竟当着翠花的面 自杀了 白姑娘就这样死了 在一个午夜 铁柱和翠花 把白姑娘的尸体 埋在了山山小树林 回去的路上 翠花和铁柱走散了 精神萎靡了她 出现了幻觉 她看到死去的白姑娘 张牙舞爪的前来复仇 回家之后 翠花开始频繁做噩梦 她梦到柴房里 白姑娘对她拉拉扯扯 想把她带走 一个又一个的噩梦 折磨着翠花 翠花开始人格分裂了 精神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终于在这一天 翠花魔震了 她想睡着的铁柱妈妈 举起了斧头 刚回到家的铁柱 也被翠花梁斧头披杀 此时拐卖少女煮饭 花姐也前来串门 还想着再来商量一下 拐卖少女的事 也被翠花无情披杀 故事就在这种氛围中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老杨只想说 网友不是你想见 想见就能见 你想见的是小哥哥 对方想干的可能是拐卖哟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是